猫眼的这种款式提上来提上去 在这里不能看哦 想看我其他的漂亮的地方的话 就加我的微信号 加上微信号之后 你就可以带着我去看月亮 上月亮上都没有问题 我跟你讲 没有看维多利亚的秘密 我只喜欢穿维多利亚的秘密 加我的微信号 加微信号就这样把微信号说出来 肯定有什么 对 哪有主播把自己微信号给推出来的 而且说有私密的东西 加他微信号跟他聊 这肯定有问题啊 来 我看看微信号是多少 我加他一下 真假的 这回还碰五正九 我跟你说这就是个骗子 你等我给别个打电话 你等他来啊 听你听 你听听他说的啊 你是想要简单快捷的呢 还是舒适一点的 长时间一点的呢 如果快餐呢就是四百 如果你想过个夜呢 才一千五 如果说你们那边想多人的话 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一起飞的话 两千六不到三千 就说全是网红 发个图片是吧 对 给大宝看什么 这不就明显从网上下的图片啊 那种身材各方面啊都很好啊 很诱人这种啊 一看就什么不正经 先让我给他发个车费 这个红包不是给我的 是我过去的车马费 要多少钱 说要二百块钱车马费 我说我不给 把他就给我拉黑了 已经拉黑了 利用直播软件 然后先勾住你啊 在里面让你去加他的个人微信 对 其实他就是有点像妈妈嘛 四下再给你留 就是勾你通过直播上 对 他要如果不是骗子的话 他就利用这种方式啊 卖音嫖娼 他如果不是卖音嫖娼的话 那就是骗子 说这不给你打电话 来来我接着他试试来 我刚才备注啊 说我是看直播的 没有通过啊 跟我说话我要听听 去看着我的直播 来嫁我的朋友吧 你好呀 我跟他玩玩啊 你好啊 美母啊 然后刚才看你直播 感觉特别喜欢你 我最后喜欢 跟我讲英文的男生 他说他喜欢说英文的男生啊 我来我看我怎么忽悠他了 是不是给大家解答一下啊 就是有很多朋友一直问我 为什么叫地毕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特别喜欢贝克汉姆啊 所以我一直叫地毕 My name is David Beckham You know my wife is Vittoria the big show of the world Vittoria's secret 哇 哇好酷啊 听不懂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聊一点 你不要问我这些的话题吗 他其实还是要说正题的嘛 对吧 透露啊 基本上我们就已经 我们卖了啊 就无所谓了 来我直接跟他切出正题啊 这是要约一下吗 还是说要有费用 还是怎么样的吧 我就很喜欢你这种 最大纪有小块的男的 简单点就是400 这个价钱跟你那个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这个都是他们透露啊 那这样吧 我就选一个贵一点的吧 我要2600的这个 那是怎么样 我去开一个酒店 然后把黄金号码发给你们 你开始怎么样 对对对 现在就把房间开好 然后 把一个大红包给我 我就把妹妹给你发过去 他这个红包就是所谓 乖宝费了吗 人我都没见到 就要发红包啊 这个红包是什么意思啊 对啊 红包就是我们要打车过去嘛 难道 你让我妹妹不行过去啊 你不行跟我同城吗 我看你直播是附近的嘛 所以咱们肯定是同城的 然后无所谓嘛 红包最大不也就200吗 我给你发个200块钱 红包就OK了 哦 顺着这个事啊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为什么要发这200块红包呢 然后很多朋友说啊 你们发的钱不是打水漂了 包括上次我们做小卡片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非常善意啊 给我们提醒说 其实微信有那功能的 那个延时到让 你可以设两个小时 二四小时什么的 延时到让的话 对方会明显看出来 他现场收不到这个钱 他就不会跟你进行后面的事儿 所以这个钱就相当于给你们交学费了 大家看一下啊 我转了二老一家红包给他啊 已经收了 秒收 老爸收到了 啊 你赶紧把你的订阅的地方发给我 还有啊 技术版面的房卡拍一下给我 呃 他让我拍房卡啊 他只要确定你 是不是在酒店 这个时候简单 就在那个 就行了 找一个网上肯定有他们家房卡的图片 他肯定不会跟我见面的对吧 房卡呀 等什么呢 你看他还急了 我现在没在酒店呢 我得先去开房啊 你稍微等我一会儿吧 啊 妹妹 发给我说 很完美 对 那个咱不急啊 撑他个十分二十分钟了 好啊 那么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在 在 那我现在给你发房卡 你过来吧 房卡我给发过去了啊 好你等我一会儿 我过后就去了 我跟你说啊 他们也不会去 我们也不可能去 谁这么傻呀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一定一会儿就会跟我说 你给我转那两千九百块钱吗 这回啊 我就会给大家揭秘啊 我这钱我肯定不会转给他的 来你给我回话啊 我们现在已经到地儿了 嗯 这样你先给我发一个 我们刚才谈好的价钱 两千六百块钱 然后呢 我们就叫妹妹上去 我说啥来着 妈妈 好冷的 好冷的 哎呦 这人我都没见着啊 你们上来吧 你们都在楼下了 咱完事了以后 我直接捂结了行不行 哎 给我回话了啊 那不行 都是想把钱给我打过来的 接个把两千都打过来 那我不见人 我就不能花钱 那你们要不上来 要不然今天就算了 啊 谢谢啊 老妹 谢谢 其实这个事也不算是我们赢了 怎么着我们今天还赔了二百块钱吗 对 赶紧的 不要不现在就把钱 两千列给我打过来 要不你就在上面等着吧 用一好果子上 哎呦 这个我不缘硬啊 哎呀我等着啊 哎呀我等着花没了 哎呀我都没没 你知道吗 我这国际大盘 你知道吗 快来啊 赶紧的把钱给我打过来 打得挺好啊 我就在这儿 你变成 脑霉了你就 哎不是我就笑了 怎么地吧 我就笑了啊 怎么不服你打我啊 你咬我啊 你 调戏一样骗我啊 给大家娱乐一下 反正基本就这么的错误啊 这个事儿就更在底了 来来来来来来 留仓 我给你说 操我你妈小屁 现在就在酒店下面 装饭时间把钱给我转开来 哎呦我缺 哎呦我缺 他们给我发酒视频在酒店楼下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酒店啊 我给你说 操我你妈小屁 现在就在酒店下面 装饭时间把酒店转开来 哎呦在这儿给我木沙沙的 还拿棍子去呢 不过我们现在都怕了 哎呦我没在酒店啊 哈哈 还真去了 你不问我这儿怎么来了 看看他到底什么套 哎呦我去啊 哎呦不行了 我这儿小心了 你赶紧上楼啊 就在我刚才说那个房间啊 我请你们喝喝茶 应该不会回我了 哎这事儿好玩了啊 来小致 你再换个号 要钱给吧 再给他换一个酒店 咱提前去 卧槽我千算万算我没错 让我第一次遇见啊 他真给我发酒视频 而且那个是在酒店门口啊 他现在可能是这个样了啊 如果你搞好那个酒店了以后 他们真的会去那个酒店 但是我跟你说 他一定不会上楼了 你看我现在给发了以后 都有特别不回我了 然后我们也提前去酒店 我今天就等着你们啊 我看你们再敢给我发这个视频的话 我今天就一分钱 我都让你拿不走 我还得让你给我点 以后来 谢谢 好 联系上了 又上楼了是吧 嗯 还是原来的套路 我发了它 我看 来把红毛给发了啊 我去吧 好的 快点 好的 快点 你走走走 给你相对打电话 好嘞 你相对过来 看好了 好啊 弄好了 嗯 给他发过去 来来来 给他发 现在就给他发 过去了 房间已经开好了 你过来了 哎 回事了 回事了 你已经到你给我发在这个酒店的底线了 怎么 你快把钱给我打过来呀 又要钱了 又要那一套 给老铁门看一下啊 酒店现在除了我们几个根本就没人 你知道吗 这个绝对不可能 你要想要这钱你就赶紧上来 你不上来就算了 他一会儿肯定还得吓唬我们啊 你全都是错误 来 你不用再去的地方冲我这么去啊 我现在也完全知道你住在哪一个房间 你先好现在就把钱给我打过来 你神经病 别让我滚一边凉二 干什么给我花了 哈哈 这回有人过来吗 他一定是先确定 咱们百分之百不会给的钱了 他才会吓唬你 完美 好 那你给我等吧 我看一会儿谁罢谁 咱别在酒店门口站 我跟你说 他一会儿肯定让那些人过来陪视频了 我操 咱就观察着啊 一会儿看看他们到底是 谁在这拍 像那种的话 别急 我等着视频我发了 确定就是这家人 发了 对 就是这家人了 上你弄的啊 我给你小哥打电话 快 就他了 过什么呢 天哪 哎 小哥这边有俩人 对对 南口南口 我现在就在纪念上面 给你一分钟时间把小哥放下来 要不然啊 把上你弄哈 就他了 来 弄了 走走走 就一会儿 三个人 抱家 阿弥陀佛 喂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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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上网 来来 你来 妈 他都被别我了 结婚了 他这么多人 他真的让他拗他了 第二只 天啊 这是干什么 来自己去陪了 不知道 再怎么跟我说 不知道 不论怎么回事 有不论吗 现在招什么事了 说了 说话 找没招错人 来找干嘛 那不是很猛吗 人家不要干死我吗 这怎么等着你们来呢 缘缘缘吗 说话说话 没有 你知不知道什么事 没有 来 我问问姑娘吗 没有 没有姑娘 来 简简 怎么问这 来 不知道 我放两块 放两块 这个地方 直播是不是就为了骗人了 说 你们是不是一会儿了 对 这姑娘来了吗 没来 就她那边只要告诉你们 人家不给钱 晚上你们就上纸巾门口就吓我了 对不对 对 你们见过你不见过 有 靠手机来一下 对 不信就行 来 先把钱给我转 四代欧钱 四代欧钱 放个麻你不回 说了哈咱 这主意你俩想的 不是 只是拿钱 挺没玩的 你们 别这么干你这种事 听说没有 我还知道错 你慢了 先回来了 学费今天我们一个字没交 也想给大家提个醒 我们先走 咱先回家 我们这折腾了一晚上啊 至于后面那两个小哥的话 说白了 他固然可恨 但最后我们也没报警没走 其实跟他俩没太大的关系 即使真报了警 他俩这个行为其实也够不成犯罪 人家说我就录了个视频 我们先总结一下他们这种新型的骗局 他们会利用直播这样一个形式 先勾住你 上钩了以后呢 那如果说你相信 所谓给了什么服务费的话 这帮人会直接消失 如果说不给服务费的话 他们马上会来到酒店下面 然后会录这个东西来吓唬你 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们前面要 那个200块钱吃马费了 给那些小朋友 对 所以说啊大家千万不要怕 但是这个事还不是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根上杜绝这个事 为什么很多人 他们敢明目张仔干这个事呢 基本上没有报警的 你觉得你要干了这种事 被人骗了以后 你好意思报警了 你怎么跟人家说 你说我想卖银嫖娼 然后被人家骗了 骗子们固然很可恨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把做好了 你根本就不会上这个套 然后另外也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事即使最后我们也报警了 也很难去解决 因为首先咱们看他们的金额 真正构成诈骗罪的金额是5000块钱 他们这个金额 其实根本是够不成5000块钱 那当然了法律也是完整的 法律说那你可以累积对不对 但是他都是单线跟你联系 你作为受害者 你又找不到其他的受害者 他这个金额你又累积不起来 最重要的就是啊 微信团队接到投诉 部分用户进行骗钱 对于此类严重违规行为 他们现在能做的 只是给这个微信封号 而且还说 微信红包记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但并不足以证明是对方借款的 就是说这钱你是自愿给人家的 人家还不一定认为你是被骗的嘛 以咱们一定做好自己啊 千万不要被这种 账年法所迷惑了啊 那还是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 转发出去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还是爱你们 摩摩大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可以支持我们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把它转发出去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先喜欢上这个视频 然后把它转发出去 总之一句话 微信公众号搜索古惑仔全面加上数字66 就是这么6 有事有料有内涵 古惑仔记录现实 爱你们 摩摩大